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不介意我夜晚 夜妈妈又和大家做这个桑普论证 大家可以之后重温 去到礼拜三 我今天真是比较忙 一个聚会 然后两个电视节目 希望今天能够收听新闻大破解 和这个年代向前看 都在YouTube有关的影片 我放在桑普频道 即是YouTube的community 那个地方已经有关的收藏 大家去看有关的影片 讲过的就是希望 尽量不再讲 我只是有些地方可能讲过的 可能再讲深入点 就像今天这个题目一样 我之后会和杰斯录一集 《桑海神周》 期待星期五播出 希望能够准时播出 也都需要有一些助手帮忙 去弄这个图卡 和一些相片 希望大家就不可以太介意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到 他相片的时间 我希望尽量准时 我会督促这件事 但是呢 《桑海神周》会详细讲的 我尽量避开讲 那我今天就讲了 香港最近经济遇到的滑铁路是什么 就是大家讲的一个点 我在《桑海神周》都会讲的 就是关于台股港股黄金交叉 31年首次超越港股 台湾攀为30年 2020年经济成长率超越中国 台湾攀为18年 2020年去年人均GDP超越南韩 攀为31年 在今年2023年 台股超越港股 当然台股 台湾加权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 基准不同 没有办法直接去做一道质的比较 但是是一个趋势的比较 这个趋势讲给大家知道 台湾升、香港降 东升、西降 黄金交叉 毫无怨念 1992年 大时代开播 丁蟹、方箭博的情况 大家看足40集 OK 港股当时开始第一次超越台股 港股当时的数字是6470点 台股是5439点 升、升、升 一直升上去 去到2018年高峰 2018年是5年前 港股升上33484点 台股1万1000点左右 其实差距差不多3倍 好了 之后呢 就开始慢慢收窄 但是港股依然是高企 台股依然是低迷 那为什么去到今时今日 5年之后 今日2023年11月 尤其是11月28日收市的时候 台湾加权指数报 17341.25点 而港股呢 其实在昨天单日最低点 去到17307点 今日11月29日更加跌破17000点 去到16000几点 准确数字不需要 mention 总之 港股16000几点 台湾股17000几点 台股原性港股 那这个超车的情况呢 是31年来首次出现 这个首次出现代表了些什么呢 英国殖民地时代香港的荣景 七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荣景 不断地向上升 一直到2008年左右 去到一个高点 才开始跌 为什么下跌 为什么不断下跌 尤其是习猪头当政之后不断下跌呢 很明显 中资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如果大家翻开有关的看法知道 中资的公司占香港恒生指数55% 中资的不说公司 直接是说里面的一些市值 是占整个恒生指数的77% 如果说交投交易量的话 更加占多少% 87%都是中资 你看到这样的数字 是很清晰的 告诉大家 中国经济的荣夫 就是他好与坏 决定了香港恒生指数的好与坏 这个客观的良述 是吧 香港靠什么 靠地产 旅游和金融 今时今日 你说疫情最多影响这个旅游 其他的情况 为什么一直跌下去呢 就不可以用疫情去解释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外资离开香港 跟着中资不断插水 两个情况加达的背景 就是反送中 以及港版国安法 物流中心地位不保 美中关系恶化 美国不再视香港为自治领域 外资不断撤 为什么 中国又有反间谍法 反间谍法之前 港版国安法 而且一大冊 激活了刑事罪行条例 纷纷将一个外国的人 纷纷将一个外国势力 然后就拉我 极度不确定 现在FCC 外国记者会 想说些东西都难 跟着之后 门口狗 虾巴狗 浅薇狗 好了 二十三条立法 甚嚣尘常 夏年就要立法 是港版反间谍法 会言之 只要香港警察 或者国安公署 说这个人就是间谍 你就是间谍 这个外国公司就是间谍公司 就是间谍公司 这个成员是间谍 就是间谍 应拉 准拉 想拉 就拉 这样的情况下 怎会有外国公司 还留在这个地方 是吗 中国已经 花旗银行完全撤出中国 跟着丐落普公司 完全撤出中国 Bain & Co 完全背因资本 完全撤出中国 还有很多先锋领航集团 完全撤出中国 很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如果这样的话 香港的立二十三条 这个港版反间谍法 又撤出香港 毫无疑问 现在已经很多 将那些部门 去裁切 有几个特征 我已经说过了 减人工 第二号 裁人手 第三 搬区域中心 第四 完全撤出 四样东西 如果加跌起来 香港很多公司都玩完了 现在看回中环大部分公司 香港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 我下观说一句 香港变成了离岸人民币中心 离岸人民暴币的 运筹洗钱中心 已经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 OK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更加没有运行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 越黏得中国 越没有运行 台湾 台湾是人工变贵 物价变贵 房价变贵 但经济成长率 人均GDP 股票的表现 完全完整香港 为什么 政治经济自由 不是你说好香港故事就搞定 做好香港生意 喂 你今时今日 李渣昭也好 什么炳强也好 你今天不是叫大家说好香港故事 我要客观的KPI业绩给大家看 香港有什么 是拿得出成绩表来说 你今天不是说拿着满江熊的成绩表 和我爸妈说 我说好我的考试故事 航运没有了 金融没有了 地产没有了 香港也没有了 玩完了 旅游没有 航运没有 地产没有 金融没有 法治没有 人权没有 自由没有 安全感什么都没有 喂 外资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投资 走的 一字记之翼走 四个字是及早离去 方展播 他那套戏 这个大时代 就是变成古神话债 及早离去 四个大字 个个个都走 那你剩下什么 香港是承受一种 比三年零八个月更加悲惨的情况 就是被共产党奴役 共产党的奴役 是远百倍胜于日本皇军的统治 但是 杀人 恐吓人 囚禁人 高度的恐吓 而且经济不断萎缩 这个情况是相当可悲 更惨 打仗 所以香港现在面对这个劫 我们是在受 我是离开了香港 也在受 在香港的人更加正面受 受得很可烈 但我只是说 事实 我就不会和大家安慰些什么 我只是说事实给大家听 客观形势 就不容我们改变 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是什么情况呢 说事实给大家听 第一 航运问题 是不是 香港吹嘘自己是中国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但今年头十个月 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 已经是 那个赤字 贸易逆差的 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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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亿港币 比去年同期跌了650亿 如果 以这个 其他的情况来比的话 我想这个数字相当严重 就是你的贸易逆差 你基本上就是 钱就不断流出 的情况相当严重 同期货柜吞吐量 年减大概15% 那这个年减1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概14% 以这个 同期 头十个月的同期来说 就是1200万的ETU 即一个月大概是120万的ETU TU就是那个 货柜吞吐量的简称 这个数字呢 是比1997年 2003年 2008年 三次的危机 经济危机 还要来得低 香港的货运的排名 跌出全球十大的情况 指日可待 很快就会完成的了 中国的上海也好 没有内贸也没有外贸 所有的船 停在岸边 外国货柜船不下港 因为基本上不想接单 香港便变成了转运港为止 所以大家记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征程上的破产惨败 设计习近平亡党亡国的伟大史诗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 灭了这个党 灭了这个国 破产惨败 香港要成为它一个重要的标杆 使得共产党灭亡 如果真的要揽炒 这个就是揽炒 9号货柜码头 大家知道很大 在葵冲 北面有个限制土地 19公顷 而整个货柜码头 使用率值得50% 全部加上的未利用土地 高达80公顷 有用的只是掉下几个货柜 有使用的全部的量是很少的 所以香港玩完了 航运玩完了 接着第二个 很多外国的公司 请的员工 如果要来香港出差 甚至想来香港去访问 必须要用Burner Phone 什么Burner Burner Burner 就是一个燃烧器 Burner Phone 就是一次性的手机 甚至你有些公司 甚至严格禁止你 去打任何Laptop 进去的 要用的 就是用非平时工作用的Laptop 一个新的 即是一个光机 给你用 再加上一个Mobile 这个Mobile 是一次性手机 出差一次 扔一次 OK 尤其Laptop 和Mobile 全面限制的 是航太产业 即航空太空产业 以及半导体产业 適用于不涉及敏感项目的人员 即就算不是Sensitive Project的人 都是要这样 Sensitive Project 当然是这样 如果Non-Sensitive Project 当然也必须要是这样 OK 他们的声称 为了避免共产党找他麻烦 他说 哎呀我们担心有黑客攻击 就是Hackers 那当然不是Hackers 他担心的就是 你们政府不我Surveillance 是吧 大数据 勾线 盗舌里面的资料 这个才是重点 那当然Big 4另外有两家 包括PWC Price Border Group House Koopers Koopers 就是Pohar永道 和Ernst Young 就是安永 是未有跟进 但我觉得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当Deloyce和KPMG 已经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是风气 慢慢会吹到很多的情况 尤其当香港的23条就法立法立 要搞什么反间谍法的港版的时候 更加如此 即是以后怎么进入中国 以后就怎么进入香港 香港和中国的分别 基本上可以说 越来越不存在 第三件事就是 越港澳想推一个 越港澳居民统一身份证 这个我其实某程度上 在另一个节目中说过 越港澳居民统一身份证 意思是 港澳融入中国式社会 一体化的一点 是搞数位湾区 希望三年内完成 2025年的时候 声称以维民变民为这个理由 搞港澳数据特区 将香港人的个人资料送中 拼入中国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生物辨识资料库中 希望能够让共产党 早发愿早控制 任何社会动断因素 然后建立一个社会信用制度系统 即是将中国那种对人打分数 评分 如果你不乖 不乖 尤其是那些 经常抗争 经常拉拼 经常去旁听那些人 弄到你没有车达 没有送买 没有任何的的士可以上车 没有任何的东西 水电煤都不让你用 这个就是社会信用系统 态悔不得 子女读书不得 这些东西 就会将香港不断抱开 正正就是用身份认证 电子签名回应 回向证 一个回向卡 现在就解决了数据系统的政治问题 其实是将人、数据、物流、资金 那个所谓的金流、人流、资讯流、物流 完全规拼在一个制度里面 统一监控 香港未来的处境 比1984的监控情况更加绵密 可以说要做到的就是 全天后的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 一望望 接着一格一格 去管理每一个人 去监控全面 监控全面的社会关系网 那你说会不会 突然有一个二次反送中的运动呢 亦未可知 我不可以 rule out 但我说 现在的低迷情况 很难预测 但 这个监控一定会在 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方面 深度将中港融合 这就是向香港的特征、身份认同去磨灭 所以大家小心 这个就是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另外一个改变就是金融系统一边 就是银行系统 第四件事 汇丰银行上条定期存款息率 中银香港和恒生 跨年三个月的港元定存 亦提升的息率0.2厘 达到4.5厘 和汇丰的看齐 就是换言之 港元的存款息率达到4.5厘 这个还不止 他希望 因为银行年底要买数 你中间的不理 10月 11月不理 所以年底有cut off date 这个cut off date 是有benchmark的 每一个CEO 那些高管 他有没有bonus 就看你究竟大不大到KPI 好 重点是什么呢 你银行的银根少 你银行的存款少 那怎么吸引人家存款 高利息 于是超短期存款提高利率 尤其7日的港元定期存款 只要涉及到定期优惠存款 涉及到外币兑换 加到13厘息 中银每年10厘息的断存 定存限定 你存进去要兑换外币 换言之 你只要有钱 希望你的存款 不要放在家 就要放入定存 短期定期存款 使得他们这个M1M2的factor 不断地膨大 那你说 你给出那么多钱 风险也有那么多 就是等于 我们看回那件 林作那件事件一样 那你知道 你给出那么多钱 去买虚拟货币 你必然承受那么多风险 你到时候 不要每个人都要跟我说 你苦主 我就说 这些东西 有那么大脚 那你随街跳 肯定 阿婆走得快 肯定有古怪 就是 换言之 香港现象银行的体系 缺钱 没有银用 在这个情况 你还要付钱给他 那银行 多谢 Thank you very much Arigato Gajimasta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钱 有风险 也随着这些息率 不断地增高 而继续增高 而银行体系结缘 一年间是减少超过4000亿港币 而港元拆息在半年结的时候 季结每个quarter 每个half year结的时候 是处于一个高位 拆息在高位 而银行审查管理资金 和锁定跨年 即是2023 跨到2024年的资金 就是为什么 因为银行资金紧绝 大家知道 就是 美国在去年以来 即2020年 整年里面 升息加息 加5.25%的息 如果0.25%是一算的话 即是加了21算 香港政府 香港的金工是不跟的 它的P 这些优惠率一直维持 0.875厘 息差 如果是5.25%和0.875% 是高达4.375厘 那你看一下 香港 港币和美金的联系汇率 为什么一直去到 即是7.85% 这些这样的区间 因为 息差 港元和美元之间有庞大的息差 而这个导致到很多钱 要流入美元 港元不是对美元 就是贬到7.85% 对1美元 那这个地方是不断用 很多的外汇资金 去不断捆水 捆水 外汇资金融散了 但基本上 勉强维持联系汇率 但 息差一直没有改变 基本上没有改变 那就一直在换美金 那你看到2021年的时候 曾经由高位回落 其实已经超过4000亿 资金不断外流 我都说过 港币换成美金 外流 已经是这么多年来 两年来不断的趋势 而今年5月 银行体力的情况 跌坚底 跌到500亿 而港元拆息 逐步攀升 一个月拆息达到5.5厘 是15年的高位 但这些数字 其实呢 你看任何财经版 可能找到一尸 一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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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它 嵌起上来 是一个比较 full picture 给大家看到 所以我就说 台股港股黄金交叉 东升西降 已成现实 黑洪学院 说的一句话 民主不单只可以当饭吃 而且还能感受到 台股香噴噴的香气 换言之 没有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的香港 没有安全感 只有国安法 只有党安法的香港 是不得了 证实到 民主自由 是可以令你发达的 民主自由 是令你安心的 民主自由 是符合人性的 民主自由 是令你有 感受到 赚钱的乐趣和香气的 是不是 很多在这里的在台港人 都买台股 赚到笑的 那你想想想 在香港的大家 还在打工 我高薪 我都说在减工 先由最高端的 creme 那些减器 滚雪球滚下去 一路逐层逐层的减工 一请少些人 而不断减工 柳工不起 怎算是你的事 这个就是香港未来的情况 所以 少壮能几时 奔法国以仓 仿救半遗鬼 驚呼烈中场 你今时今日 是不是还要等到要仿救半遗鬼 你才懂得要猛醒 以及做出一个释次的决定呢 就是你们本身 每一个人 去想清楚的东西 股市当然不是在一起 台股、港股的交叉线 但肯定股市是某种程度上 不是全部 是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经济荣夫的信心表现 以及一个人 一个社会 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心理 这一点 就看得到 情况是这样 港府的雪茨 只不过不断归咎欧美的政策 一日最坏都是美国 一日最坏都是欧洲 制裁什么我 香港什么自治法 一日最坏都是罗冠聪 一日最坏都是那些八大港人 一日最坏都是黎智英 一日最坏的这些说法 是他们口头舔 这些奴才的说法 你看看奴才的说法 就叫做 不管你说什么 我什么的 一定是奴才的说法 所以这两个说法 推卸责任 然后固作固执 假如不知所为 所以港府将我推给什么 欧美这些坏人 全球经济都不好 高通胀 高利率 地缘政治 香港控制不了 这样 其实我说最主要原因 根本就是一个道理 香港已经没有自由 没有真正的自由 这个自由 在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之下 你有法治人权 自由 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之下 即使你没有民主 OK 你有自由 法治人权之下 你有既定规则去玩 现在说同股不同权 就同股不同权 说你没收你的资产 说要共同赋予你 就共同赋予你 说拉你去 港版国家法 拉你这个地方 国外国势力 就是外国势力 基本法 玩完了 全部的东西 都玩完了 这个就是共产党 要把香港 变成臭港的一种路径 现在已经是 现在进行识 我就说这东西很可悲 很凄凉 有时候在台湾做节目 说这些东西 心都跳多几下 即是很凄凉 即是我都是 你说凄凉 你说凄凉 这里的人 又可以怎样呢 是吧? 好深一点的就会跟你说 嘿! 不要伤心啦 嘿! 好深一点的跟你说 但这些东西 有夫自己知道 始终 他 没办法 他是 很多台湾的评论 都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去看香港 但是你是香港人 去看香港的事 你会发觉到 更觉凄凉 而这个 有冤无路数 更觉凄凉 这个就是最难堪的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 加油努力 那我们下一节 讲一讲 其他的议题 就会来 看起来 你会发现 我